英法渔业冲突升级之际G20举行 会场上约翰逊猛冲向马克龙 你过来啊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当地时间30日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幕 由于开幕时间正值英法渔业争端升级 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备受媒体关注 愤怒的渔业纠纷期间 约翰逊和马克龙在G20会面 英国禁报30日以此为题报道 并分享了二人此次面对面会晤的一个插曲 报道称 30日峰会开幕当天到达现场的各国领导人们 正打算拍一张全家福照 有媒体注意到 英法两国领导人约翰逊和马克龙 假装对抗式的碰了下拳头 此外 综合雅虎新闻网 俄罗斯微信网30日31日报道 拍摄这张全家福的30日早上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军迟到 有一张照片显示 时到的约翰逊似乎准备猛冲 像站在台上的马克龙 但似乎被身边的特鲁多拦了下来 对面的法国总统则一脸微笑 看起来很放松 对于这张照片 微信网评论称 在英法逾业争端升级之际 这一镜头让人觉得两国领导人似乎即将发生冲突 有英国网友对约翰逊试图猛冲 向马克龙的照片表示无奈 称这照片描述了我们领导人是什么样的 其他国家又是怎么看我们的 有网友则对约翰逊和马克龙二人碰拳的照片 有另一番解读 他讽刺从照片来看 这是二人在G20上用剪刀石头布 来努力解决两国的余业争端问题 有英国网友则直接at马克龙撇清自己和约翰逊的关系 仅代表我自己和我许多的英国朋友我们不承认约翰逊 他可不代表我 目前英法余业争端持续升级 英国外交部28日宣布 就英法两国余业争端召见法国驻英大使 要求就法方威胁对英采取反制措施做出解释 法国政府27日曾宣布 由于英国未遵守协议 法国将从11月2日起 禁止英国余船在部分法国口岸卸货 并加强对英国船只 往返英国卡车的检查 日转集合订 Au版本1月1日 亿大使 menos、美国和广州 的英国和英国 的俄货书 好的人 继续有 我们许多许多 我们被调某 但我们有些蚁军军 而我们有些蚁军不可以 法国人 中文字符 通详